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DXRDN系列 上面这几款就是DXRDN的主控 下面这个就是DXRDN的解码器 36通道 5通道 然后这个是无线转DX的一个小主控 通过这个主控你可以用遥控器 或者通过那个智能APP来控制这些DX的设备 然后这是一些解码的设备 一些防水设备 比如说这一款是4通道的防水解码器 这个是高压灯带的解码器 然后这个是DX转0到10伏的 这是4通道的 然后这一款是DXRDN的一个信号放大器 这个信号放大器我们另外还有一款8通道的 然后这个是200瓦的电源 DX电源 这个是RF或者WiFi转SPI的控制器 然后这是DX转Track的调光器 然后这里边这一款主控的话 它是RNet转DX的一个控制器 它有4个月每个月的话可以控制512个DX地址 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通过以太网接入 卖爵士 Warsha或者尼克拉奥迪的一些DX编程软件 编好程序之后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程序记录在SD卡里边 然后插入SD卡之后 那这个主控就可以脱离编程软件 自动播放一些编好的程序 然后这个面板我们有无线RF或者WiFi转DX的版本 你也可以用遥控器或者用智能APP来控制这个面板 然后这个面板再把信号转到DX接码器里边 另外这款的话就是RDN测试器 通过它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工程项目里边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设置所有解码器的一些DX地址 或者其他的RDN参数 然后这里边我再重点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款就是我们今年传新的DX横流解码器 它四通道的电流是可以通过这些按键来设置的 设置的范围是100到700毫安 每一档是10个毫安 然后它每一个通道的电流是可以设置为不同的 比如说第一通道设置为100毫安 第二通道可以设置为300毫安 第三通道设置为其他的 然后第四通道设置为700毫安这样子 每一通道都可以设置为不同的电流 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假如说你在一个项目里边接了很多个这个解码器之后 你只要设置第一个解码器的地址 它后面的所有解码器的地址会自动分配下去 不需要在一个一个手动设置 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就是关于DX这个展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